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0日开始向记者做简报后不久 就在特勤局特工的陪同下突然离开白宫简报室 新闻发布会开始几分钟以后 特朗普就被带出了房间 没有解释造成干扰的原因 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拉斯沃特也被带出了房间 随后门被锁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